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密密麻麻 而是一块一块 非常有体系 清清楚楚 好像戴上眼镜 看起来清清楚楚 这样子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们就来看这个雅思程度的这些句子 一 这种软木塞的这种植物的收成 就是把它给收割下来 是 意思是二 是怎么样呢 a very specialized perfection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职业 非常一个专业的工作 一二三 这个句子非常简单 现在再往下看 你就发现句子会越来越长了 No mechanical means 这是我们的主词一 没有机械的方式 任何机械的工具 of a stripping cork 去把这个软木塞皮给剥下来 strip就是剥的意思 没有任何的机械的这种方式呢 这个是主词 动词是has been invented 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 曾经被发明出来 也就是现在都没有机械的工具 来收成这个薯皮 so 所以连接词 带出第二个句子出来 the job 这是e is done 所以这个工作就被做 被谁做呢 好的 片语 各位看到 by teams 被一个一个的团队 什么样的团队呢 再来片语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借此到名词成为一块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这些有高度的技术的能力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些团队 的这些团队呢 来做这个工作 前两句并不太困难 把卵木塞的皮给扒下来呢 是没有用机械的 而是用手工的 使用一些有技术的工人的团队 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再往下看 first第一步 lay make 主词动词 他们做 做出来什么东西呢 vertical cuts vertical cuts是直直的切口 down the bark 沿着这个树皮呢 做直直的切口 这是第一个动作 using 怎么会突然之间来个ing呢 它算不算动词呢 可是它又放在树皮的后面 是不是有点奇怪 所以六个符号 这时候要出现了 现在符号加上去了 我们再来仔细地看一下 first 这是四的副词概念 首先 这首先的后面有一个逗点 这时候大家也就是觉得奇怪了 好像有时候又没有逗点 有没有逗点 都可以 逗点只是用来休息用的 所以有没有呢 由你写的人来决定 首先 they make 他们会先做出 vertical cuts 直的这个切口 down the bark 连着这个树皮呢 做直的切口 各位看下面的图 直直的做一个切口 这是两句合并的分词 具构 using 这个using的前面 本来也有个主词 这个主词也是lay lay就是这些工人们 所以这边也是这个工人们 那么这边的工人们不见了 因为主词是一样的 所以lay不见之后 动词变分词 本来是lay use 他们使用 改成了using 那这时候有人也会问了 那这边是不是也应该 有一个逗点呢 是的 如果有个逗点 看起来就更舒服了 因为这个using 跟前面的这个树皮 这个bark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using 跟谁有关系呢 是跟前面这个lay 跟工人有关系 他们使用 使用什么东西呢 后面一看就知道了 small sharp axis 小的这种尖锐的斧头啊 来把它切开来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逗点 如果有的话就更清楚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逗点有没有 都可以 由写人来决定 所以它没有 也没有关系 那它没有 我们心中就要有数了 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分割的位置 因为这个using 是另外一个开始 它指的是这些工人 他们是用小小的尖锐的 这种斧头呢 就砍了直直的这些缺口 and 继续往下看 lamb 然后啊 然后怎么样呢 level it away 当然再下来 就是把拨下来咯 level it away 现在各位看到 刚才切了直的切口之后 现在就把它给拨下来 level it away 而且各位看到在桌上边 小小的斧头 现在回来看 他们说的话 lamb 这个lamb 各位请注意到 是共用这个同主词 所以同主词就是lay 就是这些工人们 工人们 工人们 然后呢 就把它拨下来 level it away 怎么拨呢 in pieces 一块一块的拨 而且是怎么样的拨呢 as large as they can manage 这又是一个副词的概念 把这些树皮一片一片的拨下来 而且是越大块越好 as large as 越大块 as they can manage 他们能够处理的 叫manage 能够处理的越大越好 这样子可能之后比较好处理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图片 先切了直直的这样子的一个勾之后 横的把它给拨下来 而且拨得越大块越好 现在再回头看 是不是比刚才没有划线清楚多了 我们还是要再仔细的念上它一下 first they make vertical cuts 先做直向的砍缺口 down the bark 沿着这个树皮砍下去 using small sharp axis 用小的尖锐的斧头 and then level it away 把这些树皮给拨下来 in pieces 一块一块的 as large as they can manage 这一块一块的要尽量的大片 这样子把它给拨下来 现在我们就看完了这些东西了 我们在上一段提到 这些软木塞拨树皮的工人 在这个树上先画一条直直的线 然后横向的再拨下这个树皮 而且拨越大块越好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 the most skillful cork strippers 我们加上六个符号来分析它 先看句子的一组词 the most skillful 这最有技巧的树皮的剥皮的工人 price away 这个price是英国的拼法 那么英文在美语的拼法又不一样 是变成price 好的 那我们是英文 所以price away 就敲下来 把树皮可以从树上敲开敲下来 敲成一个 a semi-circular husk 一个半圆形的这样子的树皮状 let带出来形容次子句 形容前面这个半圆形的树皮 that runs the lens 它就有这样子的长度 它多长呢 各位看到这个图片 从这个底下一直上去 几乎到上面的树枝 这么长的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是of the trunk 在这个树上的长度是怎么样呢 是from just above ground level 就刚刚好在地表上面 从底下一直撬开 一直拉上去 to the first branches 到这第一个树枝 那么到了树枝自然就要停下来 因为挡住了 所以这个是越大快越好 从地底下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上面去 越高越好 到第一个树枝交叉的地方 整块半圆形的把它给敲下来 这一段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图片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英文 当然在考试题目上面是没有图片的 The most skillful cork strippers 这些最有技巧的这些剥皮的工人呢 price away 敲下来 a semi-circular husk 一个半圆形的这样子的树皮 that这个树皮呢 runs the length of the trunk 它有这样子的长度 在树干上的长度 这个长度是怎么样子呢 from just加强语气 刚刚好 above在什么上面呢 ground level 在地表的上面 从那个地方开始 to the first branches 到达第一个分支的地方 那么树皮剥下来之后 又要做什么呢 lain 然后做什么呢 我们来加上六个符号分析 it is dry的中间先跳过这个副词 这个副词在英文非常奇怪 甚至就放在人家的中间 这本来是is dry的一个被动语态 然后就被干燥了 被晒干 那么硬生生的在这中间 塞进去一个无所不在的副词 所以大家理解就不觉得奇怪了 这些敲下来的树皮呢 然后就被晒干 underground 在地上晒干 for about four months 还挺久的 要晒四个月 在什么之前呢 好的 砍刀放在地上晒 那么为什么要晒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before 在什么之前 being taken to factories 各位 这叫副词词句改成了分词句 go 本来副词词句里面也有一个主词 这个主词就是刚才说的这些树皮 it 但是 it 出现之后 跟这个地方的it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it就省略掉 那么省略掉之后呢 它也是被动语态 it is taken 那么 is taken 再进一步的吧 is 变成了 b-e-n-g 我们再说一遍 it 主词省略掉之后 is taken的 is 变成 b-e-n-g b-e-n-g如果留着 就变成现在的be-in-taken 所以在它被带到工厂之前 要先晒一下 那么这个before being taken to factory 就是我们的副词词句改成的分词句 go 我们把符号换一下 各位看到海浪线出来了 好的 先晒干 晒四个多月 再准备送到工厂去 where 又一个形容词词句 所以各位我们看到英文就是这样子 一二三之外 好多红色的字啦 片语啦 词句啊 分子聚构啊 这四大个合在一起 就凑成我们一个一个的句子 先懂它的道理 再来学习英文 你的英文才会轻松愉快 where 带出来形容词词句 形容前面这些工厂 在这些工厂里面呢 it is boiled 那这些剥下来的树皮呢 就要被煮啊 boiled 为什么要煮呢 to kill any insects 去杀死任何的这些昆虫 还藏在里面的 有昆虫在里面 就把它吃了 污染了 破坏了这些卵木塞 这些树皮要被煮一煮 这些 insects 这些昆虫呢 let 带出来形容词词句 再带一个词句 来形容这些昆虫 这些昆虫 let my remain let 带出来形容词词句 remain是动词 会留在 这中间有个住动词 叫做mite 叫做有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词句呢 这是首间主词 remain是动词 主词跟动词中间 来个住动词 天经地义 非常标准 可能留在 in the cork 留在这些 软木塞里面的 这些任何的昆虫 要杀死它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煮一煮 在工厂里煮一煮 可是在工厂之前 还要先晒一晒 差不多要晒四个月 这样子 各位英文 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了呢 好的 我们介绍了一下 雅师考试里面的一些内容 这非常的广泛 讲的是天文地理 什么都有 那这里讲的居然是 植物学上面的 去砍发这些 软木塞的树皮的 这些方法 跟一些软木塞的问题 当然也很有意思 增加各位的知识 跟这个扩大大家的眼界 了解世界上更多的天文地理 不过在你了解之前 你必须看得懂 它的这些比较长 比较难的英文句子 那么这些长难的句子 自己读起来 真的有些辛苦 所以希望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提供一个简单 清楚便利的工具 放进去 英文就清楚多了 你这样子再来看 再来去学习它 或者是再参加考试 相信你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结果 那么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是希望帮助大家 做到这件事情 现在的学习 就请各位参考 我们的中高级寒兽 或者是高级寒兽的课程 让一开始 demands 离开 再来 原本 《中 Olá》 俺 谁 你 de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